进行下一场的聚会 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题目是什么呢 讲的是人非圣洁就不能见识能免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为什么是要做这些事情 我们要准备理受神的话语 主说新天新地我要为你们预备 新的一夜我要为你们打开 2020年2022年是一个新的一年 新的一年主说新的一年 我要将我自己的灵更多的浇灌在我的百姓的身上 使你们得着我的能力 使你们得着我的能力 有恩赐有能力 我要以圣洁为你们的装饰 因为你们是我所用重价所赎买来的 是属于我的 单单是属于我的 我要使你们的脚步每一步走在我的里面 使你们的脚步不至滑跌 因为恶者撒旦用尽了一切的方法 要想使你们走岔路走偏路 但是我要为自己的名引导你们走一路 好使我的百姓能够到我的面前来 瞻扬我的脓面 我要避养我的百姓在那里相交 在我的灵里面与你们相交 我要将那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你们 将未来要没有发生的事情 我要告诉你们 好使你们知道 是我呼召你们将你们分别为生 归在我的名下 归在我的国度里 信天信地我以赐给你 主说孩子在今年的年 在明年的年初的时候 我要开始指示你们当做的一年的新的计划 你们会在半夜有时候被我叫醒 有的时候在做事的时候 我会将你停下来 我要跟你说话 主说孩子将你的心 你的耳归于我 将你的心和你的耳朵归于我 我就与你说话 你亲近我 我就必亲近你 哈雷路亚 感谢主 赞美主 要将你们一切的重担要卸在我的面前 因为我顾点你们 凡在上执政掌权的主持孩子 你们都当顺服 你们都当顺服 你们在世面前为我做建成 你们以温柔慈爱 将我的慈爱和温柔 展建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你是属于我的 你们是属于我的 所获不大 陌后的日子必有更大的灾难 和逼迫要来到 但是你们要刚强壮单 刚强壮单 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 直到时间的末了 哈雷路亚 感谢主 赞美主 谢谢 也不要为将来的事情惧怕 也不要为名誉的事情担忧 因为一天的事 一天单就够了 因为我是你的主 你的神 你的好处必不在我以外 所获不大 世界要面临一个新的 一个好像一个审判 或是说一个新的一个阶段要进入 所以你们要与我同心 紧紧的跟随我 哈雷路亚 感谢主 赞美主 我必会引导你们 我必会引导你们 直到时间的末了 我要与你们同在 阿们 感谢主 感谢主 那么这个在末后的日子 属灵的征战会越来越厉害 撒旦呢 也是请其所能了 他要来这个成就这个敌基督 这个666的这个计划 所以在末后的日子呢 为什么征战会越来越大呢 就是因为敌基督 那不法之人 这个灵已经在那里发动了 所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事情 从这个疾病的这个开始 那么这个圣经上也 主耶稣也讲过了 关于这些末后日子的情况 在两千年前就记得 他的这个圣经里面 都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事情 都一个一个的在一年当中 就知道主来的日子必尽了 那么今天我在等候主的时候呢 我就主说呢 孩子他说 要这个我的百姓 要将他自己分别为圣出来 他分别为圣 那么这个基督徒呢 我相信来到这个 先知学校的这个弟兄姊妹 一定都了解到 这个生活应该要顺洁 那么在这个灵恩的运动里面呢 灵恩的教会里面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就是什么样呢 这个有两件事情 神要在这里提醒我们的 第一个是说什么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这句话非常的重要 这句话非常的重要 那么为什么呢 这个因为前面呢 这个在第 这个是在这个 加拉特术第五章里面 这边就讲得很清楚 这个情谊的是第十九节 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如奸淫污秽 携荡 拜偶相行邪术 仇恨 真净 忌恨 恼怒 结党 纷争 异端 嫉妒 醉酒 荒咽等等的 我从前告诉你们 现在又告诉你们 行这样事的人什么样的 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所以说你看 这些事情的时候 神再一次来警戒我们 那我相信呢 来到我们学校的 这些学生呢 来到先知学校的学生 应该会避免 这个奸淫误会跟邪荡 也懂得不会去拜偶像 也懂得不应该去做邪术 也懂得应该不应该去仇恨 但是在第26节里面 讲的是什么呢 他说不要贪图虚名 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因为我常常在这个 灵恩的这个服势里面呢 看到弟兄姊妹呢 常常也会有为这个 贪图虚名 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为什么呢 你有这个千里言 你可以看到很远的东西 我有顺风文 神在三个月前就跟我讲了 这个要发生的事 你是上个礼拜才知道 我的灵比你前进两个半月 那么这个 你有这个恩赐 我有那个恩赐 有时候就会在那里惹气 有时候互相嫉妒 为什么要贪图虚名 什么叫虚名呢 就是不实际的 因为我们的夸奖 不是从人哪里来 我们的夸赞 夸赞乃是从神那里来 神要跟你说大拇指 说你做得好 那就好 人怎么说都没用 人再怎么看不起你 只要神说 你在我的国是重要的 就够了 那么大凡这个过去的 这个圣经上的很多的伟人 神所用的 在世界上来讲 常常被人在看不起 觉得你们什么都不是 觉得你们是神棍 觉得你们是这个 胡说八道 觉得你们是这个 蒋方言说是胡说八道 蒋方言 他们甚至有人说 污蔑 说是被鬼附的 那么这个 这个江寓言说你是算命 所以说你看 这个人怎么看你 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神怎么看你 才最重要 我记得我当初 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 就有人在说 这个算命 你怎么跑到教会里面来 我回了这个旅馆以后 我就觉得很难过 我就在神面前 倾心图一的祷告 我说主啊 你看他们怎么这样说我 主就说了安慰我 他说他们不懂 那我不知道 过后想想的 悲从中来又说了一次 说主啊 你看他们怎么这样讲我 他觉得自己非常的委屈 我不是给人家算命的 我是靠圣灵来行事 那么圣灵又再一次安慰我 他就说孩子 他们不懂 不了解 等我在第三次过后 又讲的时候呢 圣灵就回了我一句话 说 他说那你看我呢 哎呀我才知道 很多的这个人呢 都在污蔑圣灵 说圣灵是邪灵 说主耶稣基督 是靠着鬼王赶鬼 所以说你看这个 这个圣灵 他要多么的宽广 他要多么的大度 为什么呢 否则我们这些人 都构成了什么叫 亵渡圣灵 而亵渡圣灵 不是外邦人 而是主内的弟兄姐妹 因为对圣灵的作为不了解 而作为不了解 所以他就常常 亵渡了圣灵 你看这个圣灵 必须要非常的宽广 神必须非常宽广 否则很多人 都进不了神的国 为什么呢 一旦构成了亵渡圣灵 今生来世都不得饶恕 今生来世都不得饶恕 所以说神知道 他不愿意轻易给别人定 这个亵渡圣灵的罪 所以说因此你看 神就叫我们在这里说 一件什么事情呢 他说圣灵换句话 就跟我说 他说我的名字 也一样被他们践踏 人怎么说 那是虚的 神怎么说 才是实的 才是实在的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 学习这个圣灵的恩赐的时候 在这个生殖学校 我们不仅仅要学习 那个属灵的恩赐 我们更要注重属灵的生命 更要注重属灵的生命 你看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 第二十 这个第二十节说 拜偶像邪术仇恨 真敬 真敬在哪里 第26节就特别讲了 刚刚就讲了这个真敬 那么还有什么忌恨 忌妒 忌妒什么 以至于恨你 最近呢 我就在这个 这个祷告的时候 就发觉呢 有很大的属灵的征战 就觉得有假先制的攻击 也许别的攻击 那么我们就祷告 祷告到最后的时候 神就叫我看到 原来是出自一个学生 从这个学校毕业的 因为什么 恩赐非常的强 到最后什么 就贪图虚名 彼此而去互相嫉妒 他就来增进 他就来攻击 他就来控告 因此呢 怎么就发生了 在属灵的征战 你看这个 我说这个 这个姐妹原来应该是很好的 这个应该是这个很努力学习的 后来才发觉呢 很多事情是什么 贪图虚名 贪图虚名 他希望人的掌声 他希望被人的肯定 那么他希望的 他的名字呢 被人家认识 那么因此呢 他就这个 想要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就产生真净跟嫉妒 因此呢 他怎么样 他的灵里面就败坏 他就变成了假先知 那么这个假先知呢 甚至有人在祷告的时候呢 看到他与邪灵撒旦同站的一处 身上穿的是黑的衣服 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 这个是个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 本来是神的先知 但却成为这个假的先知 而且来攻击神的教会 所以说你看 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日子 我们要非常的谨慎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胜 就当靠圣灵行事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句子 什么叫靠圣灵得生呢 就是靠的圣灵得生命 那么就什么 就当靠圣灵来行事 很多人被圣灵浇灌过 很多人会得到有方言的安刺 但是很少的人能够说 靠圣灵行事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事情 我们自己做主做王 自己决定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们缺乏一点 凡事要连与元首基督 凡事要连与元首基督 就是凡事来求告神的名 为什么 神知道人的心 神知道明天要发生的事 神也知道以后 明年要发生的事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很多事情 大事小事 不是凭着自己做决定 乃是要凡事 要尽量去学习求问神 你什么时候不求问神的时候 什么时候就可能出了问题 而为什么呢 我们在外面看了很好的时候 有的时候有人来的时候呢 他是我们人很多人 都是戴着面具 而为什么 我们不希望别人看到 我们真实的自我来做 甚至有一个姐妹呢 曾经在教会里面呢 牧师曾经说 要给他案例成为传道 而且要给他一个 受心的一个职份 但是呢 后来呢 这个牧师 祷告过了以后 觉得神说不行 不要 那么因此呢 后来牧师就把他这个决定 就取消了 就没想到呢 这个姐妹呢 就一不做二不休呢 居然跑到的外面去 告这个牧师 说等等 这样子的不合法 那样子的不合法 等到后 这个姐妹也自己出去 带了一批人呢 用这个 这个七红的方式 带了一批人走了 到了外面去以后呢 他是说别人告的 不是他告的 结果到最后呢 当这个姐妹呢 这个牧师呢 在跟这个治安单位人员 谈话的时候 才发觉 治安单位的人 就把这个 告他的姐妹 就讲出他的名字来 你看 这个就是说 我们要贪图 虚名 彼此惹 互相嫉妒 这个姐妹所做的事情 她不是靠圣灵得生 更不是靠圣灵行事 所以在末后的日子呢 弟兄姊妹 我们不但要靠圣灵得生命 我们要更靠圣灵行事 为什么要靠圣灵行事呢 不是你我不能做决定 你我做的决定 没有完全在圣灵的掌握之下的时候 往往做的决定 你就会做错事 我可以举一大堆的例子 我就陪着自己的脑袋 做决定 看的是好的 结果后来出了很多的问题 弟兄姊妹 你我的经验是一回事 是指过去的 将来的事情 是不是就一定凭经验 能够做成 不一定 不一定 神说叫凡事连于元首基督 他没有说凡事连于 你的经历跟过程 没有说凡事要连于你的经验 你的经验只能供你一个做参考 但是真正那个情形怎么样 只有神知道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在这个方面来认罪 我们需要来悔改 为什么呢 如果说他叫每一个人都是靠圣灵行事 他就不会去争虚名 他也不会彼此 他也不会嫉妒 他也不会来攻击教会 你看这就是说 为什么叫凡事 要连于元首基督 这个要靠圣灵得生 也要靠圣灵行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自己凭着 我们自己的血气做决定 没有连于元首基督 那么既然基督是教会的头 这个肢体跟头 没有连在一起叫尸体 我讲过这个好多遍 这个尸体自己会到处乱跑 还会做事 那你想这个是个很恐怖的情况 这是今天教会 或是我们做弟兄姊妹的一个通病 有时候我自己也忘了去求问神 结果做了答案以后 结果有的时候求问神 那对神的心意也不够了解 也做错了决定的 也有 所以弟兄姊妹 你我都不是神 你我都不是完人 我们叫人 我们不叫神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求问神 而且要揣摩神的心意 什么叫揣摩神的心意 很简单 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因为在旷野里面没有肉吃 就跟摩西抱怨 那么因此怎么样 摩西就到上帝的面前祷告 神就兴起了东风把这个鞍存呢 都刮在这个营地里面 你想看他是有上百万的人 他要这个这个刮进来多少的鞍存 我想神是可以使无便由的神 你说沙漠里面咋会有鞍存呢 沙漠里面有什么样的动物可以生存 所以说呢 神就把他兴起了很多的鞍存 就吹到这个鞍地里面去 这个这个那个 你要共一百万人吃的这个鞍存 不晓得有多少只鞍存 因为这个鞍存也不是很大 你看这个圣经怎么说呢 他们正在 这个肉正在他们口中的时候 还没有吞下去 这个神的怒气就向他们打发 所以说你看我们要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因为他们背逆 有时候神就任凭你们这么做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不但要凭着圣灵行事 我们还要怎么样 靠着圣灵得生命 怎么要靠得生呢 就是说圣灵要告诉你 怎么样去了解人 你认识圣灵 你就认识了圣灵 你认识了圣灵 你就认识了基督 基督现在坐在这个至高者的右边 旁边 那么怎么样 他还要再来 那现在在我们当中服侍我们的 就是圣灵这位神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怎么样 靠圣灵得生命 这个生命是什么 基督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而记得圣灵 我们跟基督可以紧紧的连结 而记得圣灵 我们怎么样 就不但得生命 怎么样 我们要靠什么 靠着圣灵来行事 而就是说你做事碰到困难 你要靠圣灵 你做事要有决定 你也要靠圣灵 也就是靠基督 而只有这样子的行星的时候 我们的心才能随时随地 在神面前被调整 被修正 若是怎么样的 没有这样子的时候 就会任凭自己的心意去做事 就像我讲的那个姐妹 以前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结果出去了以后 没有到多久 就成了杀掉一党的人 翻过来攻击教会 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很多的先知到最后 因为自己的私欲 第二次四节怎么说呢 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 已经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邪情私欲 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他有他的什么私欲呢 他什么要争取虚名 嫉妒 争敬 这个私欲没有对付好 破口一顺 争敬基督就进来了 争敬基督完了以后 就成为什么样 在灵里面的攻击抹黑 迫害神的教会 你看这样子就走偏了 这样子就走偏了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在末后的日子 要将自己分别出来 神要求神帮我们分别出来 也求神常常在那里矫正我们 在末后日子 不但是这个假先知很多 假先知的灵也充斥天地 在二十天天里面 充满了假先知的灵 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敌基督受于假先知的灵 都要被丢了 丢在硫磺火壶里面 就在末后的日子 他一直怎么样 要出来做迷惑时 你看这个敌基督 没有出来以前 他会把很多事情 以假乱真 所以我们要注意 我们所看的 我们所听的 而且总要 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 做自解 那么这个 很多现在这个 带导的团队里面 可能都有假先知的灵在存在 那么是不是他们都是假先知呢 我不能说他们都是假先知 但是呢 他们所领受的 我们所领受的 常常会有真假掺杂 为什么有假先知的灵 所以说弟兄姊妹 我们要非常的谨慎 非常的小心 常常来到神面前 自己在神面前祷告 来寻求神的灵 而且要跟肢体一起有连结 那个姐妹到最后 她走偏了路 就是她自己一个人的 放单了 落单了 她谁都不服 她觉得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她 她是最有恩高的那一位 自己抬高自己 也不听师长的劝悔 最后就变成落成这样子的光景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有几件事情考验这个神的仆人 一个是钱 一个是权 一个是民 还有一个是情欲 所以这几件事情呢 我看到很多的牧者摔过脚 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好 不是一个 只是听听的故事而已 你在做传道人的时候 你可能会受到财务上的限制 你可能会在 这个团队里面 你需要有更大的权柄 有时候人就开始 怎么用操纵 掌控 去掌控弟兄姊妹 你去什么 纯纯善有 引导他们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在幕后的日子里面 我们要谨慎在这一些事情 你要想到我们在幕后的日子 一定会碰到逼迫 但是圣经也讲了 当我们在为基督受苦的时候 神的荣耀就在我们的身上 我在这里跟大家讲 也是给自己一个鼓励 叫讲的与听的在里面 在神的面前同盟造就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血气 这是多与少的问题 但是这些血气都得要钉在十字架上 而不钉的话 这个仇敌就进来了 为什么呢 主耶稣说不要让酵 这个酵 伊利酵进入全团的面里面 整个全团的面都会发起来 因为一个酵进入到面里面 它就会一直产生这个酵母的作用 就会一直持续不断的发酵 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破口的时候 我们自己没有察觉到 甚至没有去好好对付的时候 这个酵就会在我们里面发 发出来以后 就是全团都膨胀起来 什么叫膨胀起来 就是我们怎么样 自己骄傲了 你看说一说 神说吃败主 耶稣说白饼是用什么样 那个白饼是不能有效的饼 有效的饼是叫面包 馒头 发起来 无效饼是薄的 是实在的 神叫我们做人呢 要谦卑 就是薄 神叫我们做人什么 要实在的 不是虚的 不是中间 不是空的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在末后的日子 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 不要使神的名字羞辱 更重要是 不要使我们自己走偏了路 撒旦会想尽一切的办法 来勾引我们 借着我们自己的邪情 有时候常常中了 仇敌的轨迹 都不知道 所以这是一件 非常严肃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 神就跟我讲 他说要大家 要学习圣洁 不要贪图虚名 彼此惹气 互相嫉妒 若是我们自己 还有这样子的心思 和意念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要自己来到 神面前 好好的悔改认罪 好好的悔改认罪 今天我这个讯息很短 我们在等候圣灵 看看圣灵 还有些什么样的作为 或是话语 主耶稣求你自己来 对我们说话 圣灵求你自己 对你的百姓说话 父神求你自己 对你的百姓说话 我们等候你 或是你的圣灵要工作 你要医治 你要分辞恩高 或是释放你的孩子 或是有话要说 我们在这里静听 那第一件事情 神说他要加快我们的脚步 跟随他的脚步 叫我们灵里面 更加的敏锐警醒 看来好像 像一个母鹿一样的 这个题 非常的这个活泼 很这个灵巧 仇敌不容易捕捉到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赞美主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赞美主 主啊 求你把那个 分别 这个分别 这个 这个分别助灵的 分辨助灵的恩赐 更多的浇灌在我们当中 好是我们知道 和为神善良 纯全可 细约的旨意 也是我们能够知道 懂得避开 抽敌 恶着魔鬼 撒旦 为我们所摆设的陷阱 借着我们肉体的软弱 和家族的罪孽 所造成的空档 或是破口 那么感谢主 我们赞美你 谢谢耶稣 我们在这里 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的 我想今天的聚会呢 就到这里为止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下一个礼拜再见